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不去取经改行说电影的悟空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小女孩 随网购导致世界末日的故事 一开始啊 女主小花不小心把爸爸的八号台球弄坏了 怕挨骂就把坏掉的台球扔向了窗外 结果啊 这个台球竟然掉入了一个奇异的洞里 接着小花则紧张地在网上重新订购了一颗台球 一转眼呢 两年过去了 这天 电视上开始报道 有颗直径为十千米大小的行星 正在高速地向地球重来 相公木门想尽办法也阻止不了 马上就会有世界末日来临 不过呀 这几个主持人还是很有闲心的继续调侃着 另一边 小花一家人已经收拾完行李 准备躲到防空洞里生活了 并大量种植蔬菜 装置各种人工发电装置 想要在洞里持久的生活 此时 各大商家也趁机推出了各种防空生存设备 想要大赚一笔 很快 这颗行星离地球是越来越近了 没想到啊 卫星拍摄的画面却显示 这颗行星是一个八号台球 上面还写着小花的生日期和姓名缩写 这个小花上网一查订单才发现 这竟然是自己两年前买的快递 只是自己填错了时间 而且呀 叔叔也说之前看到UFO飞船 在自己家房子上空徘徊着 所以 小花就联想到 应该是那时候不小心连上的外星之网 才能订购外星的快递 爸爸妈妈还是不相信 以为小花是害怕得神志不清醒了 叔叔一世在网上一通捣鼓 虽然没有什么用 但是却说服了小花的爸妈 之后 电视上开始了最后一次报道 距离台球中期地球 只剩下最后20分钟了 电台主持人也在这最后时刻 互相撕打 吐露多年的不满 一片混沌中动力停电了 叔叔突然想起啊 这既然台球是外星快递 那能不能拒收或者取消呢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一家人立刻行动起来拯救世界 爸爸妈妈努力发电 叔叔和小花则努力的退货 但是一通捣鼓之后啊 电脑界面上却出现了两个外星符号 大概意思就是是否确认退货 可是两人看不懂啊 惊奇之下 小花随便选择了一个符号 没想到台球竟然突然加速地冲向了地球 小花一家人抱头痛哭 做着最后的告白 台球就这样撞上了地球 所造成的冲击力啊 破坏了城市很多建筑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小花一家还是生活在地下 而小花也长大成人了 一天突然地动山摇 小花家缝空中的门被打开了 小花迫不及待地走了出去 没想到却看到了一位外星快递员 快递员激动的脸都模糊了 说我找了你十年了 我赚点钱我容易吗 我记得一定要给我五星好评啊 然后也没收钱就走了 留下一个巨大的八号台球 这部满满日报的剧片 充满着童真童趣 看完呢 真想吐槽一句 凶孩子还是不要乱玩网购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点赞 关注哟